永结无间PS500今天7月14号上线首发免费 现在看到视频的各位同学已经可以免费下载了 永结无间这款游戏需要全程联网在线游玩 容量27.1G 但是不需要会员 不需要plus会员 为什么这款在线游戏不需要会员 而COD19需要会员 我们注意看右侧 在线游玩前面这个标志 这是免费游戏的在线游玩 我们再看COD19 COD19是一款付费游戏 右侧在线游玩需要PS plus会员 前面是会员的标志 再比如守望先锋2 这是一款免费游戏 在线游玩也没有会员标志 还有APEX 这些都是免费游戏 可以免费线上游玩 但是永结无间这款游戏 我们国内玩家是不能够正常进入游戏的 它会提示你的IP你的地区是有问题的 那为什么一款网易做的游戏我们不能玩呢 是因为这款游戏我们是从港服商店下载的 这款游戏没有进入PS国服商店 我们在港服下载的游戏 它的联网连的是亚服 如果想玩可以用加速器 我现在用的就是迅游主机加速盒旗舰板 现在抖音14号到18号 迅游夏日游戏大促 加速盒 每满150-15 全店可领可用 天猫亦有活动 输入口令码 小白的宝箱 新老用户额外可以领5天加速时长 我们在迅游主机加速的这个APP 里面可以设置 找到永结无间 我用的是中国香港服务器 它还有美国、德国、日本还有自动 点击加速 这个盒子就会变绿 就可以正常游玩了 下面分享一下如何下载 首先进入商店 按三点键 进入搜索 搜索涌 按R1键 按X键 然后按R2键 默认第一个就是永结无间 这样就可以正常下载了 另外一个方法 还是进商店 拉到最后 第三个免费 最后一行 最后一个就是永结无间 永结无间这款游戏 最早是在2021年 在PC上推出的是个付费版本 本体需要98元 它在2022年进入了XGP会员 今年2023年7月14号进入了PS5 我之前在XGP上也下载过这款游戏 但是是无法游玩的 提示是一样的 民所在地区被限制登陆 解决办法是一样的 需要一个加速器 另外再和大家分享一个消息 卡普空的原始席变 7月14号首发进入了XGP 这款游戏需要先登陆卡普空的ID 然后才能正常游玩 好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全部内容 希望给各位参考 再见